想想以前那些單位 其實都沒有做過什麼設計 除了畫圖之外 還有一些3D的立體圖 會更實質 都印象深的對你們的裝修師傅 我第一次來看的時候 是真的穿制服 真的見不到你們師傅又吃煙 這件事我覺得是印象很深的 好像是家居雜誌見到的照片 一樣漂亮的 平日大家看得多獨立單位設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打通了的雙連單位設計呢? 護主為了可以有更多空間 於是乎買了兩個獨立單位 然後再打通它 設計師為了明確分開 客飯廳 他特別在型格上作出調動 令整個空間更有層次 在客廳高一邊 利用長條形的型格圖案 而另一邊 就是以格仔為型格圖案 雖然不同型格 但由於選擇傢俬顏色的時候 都選了一些容易調和的顏色 所以看下去明確之餘 亦不會太過格格不入 最有特色的設計 一定要數到這個茶几 別看它四四方方這麼簡單 只要輕輕一推 就會發現原來內有乾坤 原來護主曾經有參考過 不同的設計公司 但最後又為何會選分我們呢? 其他公司我覺得 他們可能都是平面畫的圖 有時不太能表達到 最後出來的效果 但你們公司的 除了畫圖之外 還有一些3D的立體圖 會更實質一點 其實跟現在家屋出來的效果 我想也有九成是相似的 其實是 進到廚房就好像進去第二個時空一樣 主題顏色以銀、白和黑為主 看下去時現代感十足 儲物空間又多 將全部的廚具放細進去 真是十分整齊 特別看到放砧板的位置 加裝一個小光管 避免在燈光不足的情況之下 發生意外 以後就不用怕 不小心切傷手吧 女仔房就充滿了童話的元素 就好像南瓜車 寶女等等 和其他色彩繽紛的裝飾 都會突顯到女仔的特性 為了突顯護主姐姐的性格 設計師特意在姐姐房的長身 櫃面 床架 甚至是裝飾 都加插了一些幾何圖形的特色圖案 還有這個白雲窗簾 就算關了窗簾 也好像看到藍天白雲 那就不用怕天不喜歡自己了 書房裡就以實用為主 為工作的人可以舒舒服服 清清菜菜地工作 與視乎設計師 就將工作室裡的燈光加強 光光猛猛地做事才是精神的 都印象深的 對你們的裝修師傅 是我第一次上來看的時候 是看到真的穿制服 因為我印象中是 或者這一行的從業員 可以這樣說 我沒有想著他們會有公司自己的制服 還有真的會穿 還有我真的見不到你們師傅有食煙 這件事我覺得是印象很深的 好嗎 終於來到主人房了 主人房的特色就以黑白為主題 雖然打通了兩個房間 令房間的形狀成為一個鑽石型 這個配合上一個陷位的櫃 圓圓全全充分利用任何位置 床的位置也是在房間的正中間 再配以地台設計 將整個主人房的氣勢帶出來 同時亦可以增加儲物量 真是一舉亮得 這間屋做得這麼漂亮 當然有帶朋友上來參觀 他們覺得清雅 他們的感覺是 除了這間屋的景觀 看出去的景觀多漂亮之外 所有的裝飾 裝修 他們都覺得顏色很調和 他們就像是家居雜誌見到的相片 一樣這麼漂亮 喜歡妹妹最喜歡 妹妹真的還小 經常都覺得自己是公主 所以都想著房間是 有些公主的感覺 很開心 以前舊屋的時候 她要黏著姐姐睡 來到我說 我有張公主床給你 她一看到公主床 她就肯自己睡 就不用黏著姐姐 OK 如果再一次有裝修 或者有機會再買新屋的時候 朋友介紹都會找你們設計情報中心幫忙